台湾本土便利大爆发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 华盛顿邮报导大的标题写着 台湾提升疫情警戒 居民储存卫生纸和食物 报导抛析过去一年来 台湾从来没有实施严峻的封锁措施 这一波疫情无疑是台湾防疫的挫折 但也凸显出了台湾疫苗的接种率 不到1%的困境 彭博社则以亚洲防疫成功的 台湾新加坡正面临威胁为题 提到如何应对疫情的爆发 台湾若要维持防疫模范生的身份 并保证经济不受影响 施打疫苗是关键 日本多家媒体也报道 台湾确诊数暴增的消息 当地网友纷纷表示关心 表示台湾有SARS的经验 面对新冠比任何一个国家 都要快速行动 有人说台湾的强制力很强 和日本不同 相信这一次也能够挺过难关 还没在忧心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韩联社和渣打银行经济学家 都在报道中表示 假如疫情向南部扩散 半导体和制造业等工厂 势必会受到影响 届时不仅会重创台湾的经济 还会使得全球的半导体 严重不足 记者不加显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